通波仔 通波仔不就好了嗎 通波仔不就好了 剛才說完 我們之前的節目說過了 我們之前的節目說過了 通波仔只不過在一段 令到好塞的位置擴張了 其他所有的血管 你不會通過整條血管 所以你要記住我們之前說 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膽固醇是一模一樣的 你不會通過整條血管 我想帶出一個訊息 每個人要知道自己的風險是多少 這個風險是改變了膽固醇的目標 例如如果你有糖尿病 可能你有糖尿病是血管風險 你的數值不是3.4 是2.6 例如你中風和你有冠心病 通過波仔 你是要1.8 明白嗎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血管風險的病人 你的膽固醇有害的超過1.8 你已經高了很多統計學上的死亡率 還有病法率 首先如果大家是膽固醇高的病者 知道自己有沒有風險 有了 你有3.4 沒有風險 你有一個風險 糖尿病就有2.6 你是高危的 你有1.8 我們朝著這個目標去進發 當然不用吃藥 做運動搞定便最好 但如果做不到也是吃藥的 甚至我講一些大型臨床測試 他這樣說 如果有一個病者 他是最近心臟病發過 即是十分高危的病人 其實我們說 有些大型臨床測試 發覺 我們不管低密度膽固醇多少 都照給他丁類的降膽固醇 這些病人的存活率是最高的 我有很多膽固醇高的病人 但我發覺這種做法 我會照同病人解釋 但大多數病人都未必接受得到 簡單一點 譬如我明明我1.3 你還要我吃這麼高分量的他丁類 臨床測試是有很大的科學 引證是有好處的 但我們醫人不是死讀書的 我跟病人講解了 大部份病人如果他接受到 我剛才所說的理念 例如你有甚麼風險 你有甚麼目標 跟隨這個目標來做 都已經很好 毛醫生我想問一個 很黎盟的普羅來大眾問題 有些人說我吃膽固醇 膽固醇是壞的東西 我吃肥豬肉不好 有些人吃雞蛋 我每天吃雞蛋很多 一星期兩隻蛋就對了 我想問問我 我是否吃了肥豬肉 膽固醇 雞蛋或高脂肪 我的膽固醇就像血糖般飛上去 我不會生下來 是否像血糖般 我解答你一個問題 這也是在臨床上 常見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病人坐下說我吃得很清 我明白他真的吃得很清 我最記得一位病人 他是一個僧人 他完全吃素 沒有油 他一天在寺院打素 有很多苦力 但他的膽固醇很高 低密度去到六點多 我跟這位僧人說 你不需要擔心 你不是偷吃肥豬肉 不是 他沒有 我跟他說不用怕 其實膽固醇 不是一個純的行為的結果 等於你家裡有遺傳 你容易血壓高 你高 膽固醇高是一個病 但當然這個病 受到行為的影響 例如他根本有這個病 他會高 你如果不介口 他就更加高 吃甚麼都有 吃素都有 也可以有 絕對有 因為這是一個病 記住 不要怪自己 爸爸媽媽生會的人出來 有長處有短處 我膽固醇的身神代謝 我比較差 我容易高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短處 我們不可以怨爸爸媽媽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用現今的科學 我們用現今的知識 結合了運動介口和藥物 令到他去到一個好的度數 令到我們的危機減低 明白嗎 我再說一下 血脂和膽固醇 都是從肥的食物來的 但血脂在臨床的研究當中 他的危機好像比膽固醇很高 我不是鼓吹是沒有危險 但有少少數據 而且血脂對飲食運動的反應很高 在我的醫治原則當中 膽固醇持續高或向上 我必定多數都要建議病人吃他丁類的藥 因為我知道這類的藥會減低死亡率 但病人血脂高一點 我多數都鼓勵病人做運動和街口 ango 你怎麼變得更高